一只苍白的手出现在门框上 女孩整整惊呆了 女孩吓得猖狂而逃 回头一看 心中涌现出十万个卧底 在她几身响诺出去那一刻 门突然关上 女孩被掐住了脖子 感觉一声 没了 这还没结束 晚上 学校的校长在走廊里寻往 他发现马丁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 像是坐着什么祷告 政察人都会走上前打声招呼对不对 马丁突然转过身来 妈呀 把马丁吓了一跳 校长问他在干嘛 马丁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马丁离开后 门的另一边突然传来校长死去儿子的声音 即使此事看起来非常诡异 母亲仍然大胆地打开了门上的锁链 看看儿子是不是从坟墓里爬了回来 他跟着声音走到了房间的尽头 可这里除了凌乱的装饰 似乎什么都没有 但下一秒就好了 一个人影悄悄地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他回头一看 人影又消失了 他再再回头一看 没想到还真看见了死去多年儿子 看着几十年未见的儿子 思念已经克服了所有恐惧 但这时 一双大号的爪子 突然从男孩的肩膀上伸出来 下一秒男孩就挥舞着手中的链子 八十八十地向校长砸去 校长被砸得连年后退 突然头顶的大铁钩掉了下来 几只头本 当场迎合西北 直到第二天 前来找他的老师才发现了校长的尸体 看着悲惨的校长 书分眼中有种说不出的恐慌 另一方面 艾琳和黑妹来到神父备哨的教堂 他一来到教堂 就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 空中飘落着无数的灰烬 这是被烧焦的神父出现在他面前盯着的 然而 艾琳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因为上级被吊在女舞芒心上 一声都没坑过 那是多么勇敢 这时 一个开门的声音吸引了他 回头一口 一个邪恶的孩子走到他面前 递出了一条项面给他 这时黑妹出来 才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 当他在转头男孩就消失了 艾琳从羞女的口中得知 神父被烧的那天晚上 有一个小男孩目睹了一起 马丁的名字后突然想起一件事 上级瓦拉克从他口中灌入一条五金左右的黄山 他为什么没有死 也许恶魔并没有被消灭 而是抓住机会附身在马丁身上 那恶魔为什么到处杀戮 为了找出原因 于是带着黑妹来到梵蒂冈档案教堂 他想找出恶魔真正的目的 他把男孩的项链给大使馆一看 大使馆告诉他 这项链曾经属于一个家族 组长是圣路利亚 他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天使 当年他被一些邪教信徒夺走了他的力量 圣路之眼 圣路之眼的魔力非常强大 如果被恶魔拿到后果将不堪设想 现在以真相打败 原来恶魔想要得到那股巨大的魔力 所以他附身在马丁身上到处旋找 而被他杀掉的人 全部都是圣路利亚的子孙后代 目的就是找到那双眼睛统治世界 现在要做的就是阻止恶魔得到这双圣路之眼 大使馆告诉艾琳 这双眼睛后来被一个修饰 埋在圣玛丽修道院 但现在已经改建成了寄宿学院 于是他们连夜赶往寄宿学院 画面一转 马丁正在和女老师跟他的学生书分 在房间里逛节晚餐